因為時間的關係 所以會跳得比較快 那實際上呢 Bring Hello War 已經改成現在這個Function的樣子 那實際上有人會講說 改了之後是Hello War 就是Bring 其實Python有很多種寫法 有人會講說Python好像就很簡單很直覺 對 沒有錯 很簡單的直覺 但是其實它的語法也是很有彈性 那下面列出來的好幾個樣子 全部都是Bring Hello War 輸出的結果都是Hello War 其實它也是一個很有彈性的領域 然後另外呢 一個更重大的改變 就是有這個UNI-Code的改變 就是說現在在Python在3.s的話 內建就有因此也有UNI-Code 有些人會覺得說 UNI-Code本來就不要自圓或是怎樣 其實是因為我們的UNI-Code UNI-Code可能大家有時候會跟UTF-8 打不清楚到底是這樣 UNI-Code是一個UNI-Code的自圓機 然後UTF-8是一個表示的方式 就是真正在電腦裡面表示的編碼方式 那原本在Python2.x裡面的設計 是說我們的Bistrain 就是原本的編碼方式 預設是ASCII 並不是UTF-8 然後我們現在已經把所有的 這個有關自圓的部分 全部變成UNI-Code 那如果 你可以看我最下面的地方 就是 如果UNI-Code 原本在2.x的UNI-Code 現在到3.s 預設的是就一個STR這個type 就已經是UNI-Code 然後這個原本呢 在STR 原本的ASCII的Bistrain 現在到了3.s之後 就會已經改成是有一個新的型別 有一個byte 這樣子的型別來表示 這是UNI-Code的部分 那其實基本上 不是說Python2.x UNI-Code的資源就不好 是說 它原本的設計 會有的時候 比較不那麼直覺 那你可能會想說 怎麼我這樣子用 就是有什麼 他就跟你講說 什麼ASCII的CodeDeck 然後有一些人就覺得 喔這個Python 這個encoding 哪個問題之類 其實不是這樣 其實在2.x裡面的 UNI-Code資源還是不錯的 只是說 現在我們把它提升到一個新的 新的程式 就是說 我們實際上 一般的人只要 你使用Street 它其實就已經是UNI-Code Street 這是UNI-Code上面的一個改變 那其實 這是一些比較 細節的一些改變 以及是語法上 讓它更清楚 那其實我今天會提論 其實幾個 幾個比較 Python3.s裡面 新的一些概念的東西 可以幫助我們程式設計的 思考上更清楚的 那首先第一 不要講的是這個ABC 是一個Python的一個新的一個 一個 那這是BP319 其實Python有很多 就是跟 可能跟Java的一樣 都有一些規格書 然後就是一些 提出來一些想法 然後把它寫成真的正式的文件 然後它的討論 討論通過之後 就讓我們這個語言的實作 怎麼樣實作 那這是ABC 其實呢是在這個BP319裡面 直接去提出來的 那其實我們 因為Python是一個 物件導向語言 那物件導向語言裡面 一個正能 叫做Invocation 就是去換起一個函式 這樣一個物件 換起一個函式 那換起這個動作 本身就代表一個多型的動作 那多型的動作 如果是講到的就是 其實是 它有可能 比如說一個什麼 object 呼叫一個什麼 那實際上呢 是有可能 發現在你在行點 在不一樣的時候 因為Python 是一個 Timenic typing的 language 那它 行點不一樣的時候 還有可能是 跑不一樣的code 所以你 這個東西跑 可能都是A點的code 但是實際上 根據A這個名字的 行點不同的時候 它有可能跑不一樣的code 那我們實際上 在Python裡面 我們就 有一個東西叫做 Duck typing 那Duck typing 那Duck typing 就隱含了這個 Duck typing的動作 就是一個 Duck typing的多型的動作 那就是說 Duck typing 如果大家比較 不熟悉的話 就是說 如果一個物件 比如說 如果一隻鴨子 它會 呱呱呱呱的叫 那它就是 它就是 我們就把它當作 是一隻鴨子 也就是說一個物件 如果有一個什麼棒圈 可以代表這個物件的話 那這個物件的棒圈 我們可以去執行到這個方圈的話 那我們就假設說 它是一個 那一個物件 這是一個 Python還有 可能會是一樣 就是Duck typing 然後大部分都會使用 Duck typing的多型 只是它是一個 inspection style 它是去檢查說 欸你到底這個物件 有沒有這個棒圈 這個Maser 那如果有這個Maser的話 那我們就假設它是這個物件 然後我們繼續做 做下列的動作 當然就一些 OOP基本的 教育牌 就會覺得比較奇怪 那這個 我是 這個以前做的簡報 左邊是Python 右邊是Java 那 在Duck typing Morkey的裡面呢 我們會 不需要用到這個 Base 就是這個基礎 基礎 因為你可能就是需要一個 基層體系來做出多型 這是一般 Java 或西加蛋的運作 這是Java Code 那Python的Code 在左邊 可是它不需要 它只要ABC ABC的類別 各自都實作 同樣一個Maser 我們實際上 就已經可以做出多型 因為我們在Python裡面 因為它是 喔 洗碟 它這個洗碟 它這個洗碟 我們在Waltime的時候 直接去偵測 好 那 當然 你就會有一個 situation 就是 Duck typing 的這個 維護人的 用力當然是很好 那當然 OOP基本教育 它就會有一些資料 比如說 欸 那有些情形 你們可能 沒有辦法做得很好 比如說 我需要這個 Torogo 是這個 區列化的Best 然後 Dick or Type Tables 那你會用一個方法去檢查 Python裡面用一個方法去檢查 我們這個固件 你有沒有Items 這個Maser 但是這個呢 用Python的方法 可以提到一些疑問說 到底是 到底是 這個東西 到底是不是真的是 我們要的Dick 或者是Tables 不知道 所以我們會 衍生出一個問題 在Duck typing裡面 有出現的問題 到底什麼 是我們要真正 Dick的東西 What is a Dictionary Dictionary 到底是什麼樣的東西 我們不清楚 那不清楚的話 就是說 有可能 我們以前 可能舊的 或是始作不安全的 一個Dation 它有可能 有類似 有has key 這個function 但是它並沒有 contents contents這個東西 它沒有 那有 那我們到底要怎麼去定義 其實就是Python 3.s 做出來這個APC的模組 那也就是說 什麼 我們到底要檢查 是在APC裡面 就是這個 Curses來去講 就是說我們到底要檢查什麼東西 因為有太多東西要檢查 我們到底要檢查什麼東西 所以APC跟Collections 到底在回答什麼問題 就是在回答說 這個形別到底是什麼意義 它這個形別到底是什麼意義 什麼是Nutiful Manic 什麼是Inverness 什麼是Wordness 什麼是Wordness